謝謝 主席 本席想邀請院長 院長請 院長您好 在我們中研院裡頭我們的博士有多少位? 總共員工是多少位? 總共員工大概七千八百多位 七千八百多位 那博士級的佔多少位? 博士差不多將近一千位 博士後研究員 那在博士班的學生 將近兩千位 博士班的學生 休息博士學位 大概兩千個 那博士生的大概一千個 博士後已經拿到博士在做研究的 大概一千個 碩士級的 碩士級的三千多位 所以等於碩博士的部分 佔了這個大概是八成左右吧 差不多 但是博士越來越增加 博士越來越增加 對 這也就是我們中研院所說的 是要推動國際化 而且要提升我們的學術競爭力 對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看到 我們一百年度的預算 這個工程的部分 增加了十億多 那麼生計園區的部分呢 就增加了九點八億左右 這是給國防不用 是給國防不用的 好 所以在這個作家 張小婚小姐 她說了 她說她反對這個 進駐到二零二兵工廠 那麼她也說了 這個六十年 如果把這個兵工廠 這塊私地保護 所以保護得還不錯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進入之後 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院長 您的說法呢 我想我們進入的地方 就是在中央研究院相隔的地方 那個已經被破壞的地方嘛 已經在生產炮彈的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 她原來的土地面積呢 大概是有二十五公頃 那可以用的是大概九點六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聲音 把它壓縮到剩下四公頃 是不是 不是不是 那個可以開發的是九點六公頃 對 那九點六就看我們怎麼使用 那九點六公頃 那我們目前要使用的是多少 就是九點六公頃 沒有外面說 你們現在縮存四公頃 那個是建築 建築量體的空間 對啊 那剩下我們有 有濕地啊 有立地要回復 富裕那個濕地 那個都算 所以你的總建設 需求的面積 還是一樣是九點六公頃 對但是倒不會 你的硬體建設 會用到四公頃 是不是如此 對 院長我認為這個應該要給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建築大概三點一公頃而已 建築三點一公頃 有一些道路總共加起來大概四點多公頃 那剩下四點多公頃 包括道路 那剩下的就是 綠地 濕地 還有富裕的這個地區 我們要把它整整整理好 總共的可以 可以使用的 請教 現在的進度進度到哪裡 現在還沒有 環評還沒有通過 對 假設 如果環評的評估報告 跟您預計開發的這個意見不同的時候怎麼辦 環評沒有通過我們就不會做了 環評沒有過就不會做 對對 所以我們這筆預算根本也不要讓它過 對 對 這三個月內應該可以知道 院長 為什麼本期要提問這個問題呢 國家需要的這個升級園區 那當外界有疑慮的時候 現在坊間都跟你說 因為有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你本來是九點六公頃 的開發案 現在說為四公頃 那麼你現在正式說明的也就是說 你還是照原先的規劃 是九點六公頃 那麼也就是說建築物的部分 以及公設的部分 你到底減少什麼 量體減少 量體減少什麼 你說你剛才跟我們說的 你還是維持九點六公頃啊 但是那個是綠地跟濕地 增加 還是要 對對濕地增加 那所以換句話說 你原先的硬體建設 是不止跟公設 是不止這四點多公頃 你確實是有因為這樣的聲音 而縮小你的量體 是嗎 量體的縮小 是因為顧慮到生態跟環境嘛 那個 所以你原先規劃的到底是幾公頃啊 原來規劃的量體是 是比較大 是幾公頃 原來規劃的量體 我現在忘記 都是在那九點六公頃的範圍 你們的主辦單位不是有來嗎 這個是你們的重要開發案啊 怎麼連這個重要開發案外界對你面積的疑慮 你們都講不清楚 面積都是九點六公頃 對啊 那你的量體你原本是多少 本行是希望應該要將社會的疑慮 你們既定的立場到底是怎麼樣 有所做調整之後的立場到底是怎麼樣 要給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因為立即要進入的是環評的階段啊 所以外界現在跟你講啊 如果環評不過你們怎麼辦 你現在回答是環評不過你們就不錯 原來的量體我記得是六點多公頃 假如不算那個道路 假如算道路的話七點多公頃 是不是 不是記得 我們剛才特別強調了八成以上都是我博士 一個專案已經成為社會事件 到現在基本面積都搞不清楚 太離譜了吧 院長 你看你的行政人員到現在還在翻 這個每天吸不去 這是很難看的 哪有一個政府的一個行政體系 這麼一個重大的案子 已經成為社會的 討論的議題 我們連最基本的都不清楚 這麼離譜 你今天要怎麼答選 原來是五萬七千屏的這個量體面積 現在變成三萬七千屏左右 但是它的涵蓋的範圍都是在九點六公頃的可以建設 當然是九點六公頃 因為你二十五公頃 但開發就高九點六而已嘛 那你這個九點六到底你那個量體縮小到 你們的計畫到底縮小到怎麼樣 現在已經要進入環評階段 你們自己的規劃還沒有一個定數 這太好了 你要怎麼跟社會大眾來說明 就是三萬七嘛 現在送到環評是三萬七千屏 那你們原先呢 原先規劃的是多少 所以確實是因為有這個聲音而縮小這個量體 對啊 是這個 我想 溝通就是這個意思嘛 環評 所以的確也因為有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你們經過討論調整來縮小這個量體 是這個原因 是嗎 對回應這個環保團體的這個 的聲音 對 所以你們提出你們的誠意 縮小這個量體 是否 對 如果說環評不過怎麼辦 環評不過不能做啊 就決定不做 對 有沒有信心環評會過 我們當然要有信心啊 嗯 就是 符合 所有環評的需要 院長 本席提問這個 因為我們中研院是 我剛才特別本席特別提出的 是 國際化 提升學術的競爭力 是大家非常尊重的一個單位 所以本席也希望 民主政治 民主 國家 本來就是民眾有知的權利 所以你們的部分應該去調整 這個信心度 你們的主張到底是什麼 應該要非常有信心明確的 來告知給社會大眾 而不是 沉入鋼台的那種型態 請加強 好不好 接下來本席要請教 我們這個FDA的部分 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那麼在下個月 據文 在下個月呢 要來第六次江城會的時候 要來正式的登場 那麼您認為 這一個 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在下個月 會不會簽成 會不會簽成 請教 這個我不知道會不會簽成 我想下個月 所以我的了解是要談嘛 談兩邊的合作 有沒有這個信心啊 這個之前我的了解是已經很密切的在溝通 所以我還是期待 到底有沒有信心 因為這個跟我們非常相關 第一個 他簽的是一個國家 國家主權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也就是會牽扯到 我們的投資成本 還有上要的時程的縮短 所以這個對於 這個人民來講 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到底到目前為止 溝通的這個結果 下個月到底會不會簽成 如果萬一簽不成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樣的 這個替代方案 簽不成我想還是要繼續討論嘛 有幾個地方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一個就是華人特有疾病 對 這個譬如說腎肝還有這個 這很重要的啊 對這一些疾病 感染性的疾病 華人特有疾病的合作 那合作必須要有一個 譬如說收集檢體要有同一個標準 法規要有 但是 雙方的FDA標準不一定一樣啊 對 所以我們就建議 走國際標準 假如雙方都能夠承認這個 譬如說美國FDA通過 或者歐洲EMA通過 因為這個是國際上比較受接受的標準 這一個臨床試驗的規格的話 希望兩邊都能夠快速審查 現在台灣已經做到了 那麼請教 經過多方的溝通 那麼預計在下個月我們有沒有信心會簽成 這個合作協議 我是有信心啊 哦 從那個溝通的這個內容 不只 不只退有疾病啦 譬如說 那個 醫院 有一些台商在道路開醫院 受到很多很多限制 對 那這一些 我想 雙方都要有誠意 來 來化解 尤其在我們台灣 亞洲地區 藥寄 官 這都很重要的 所以兩岸的一個交流 如果能夠簽成 這個協議的話 對於人民來講 是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對人民的健康 以及兩岸的發展 會 所以我們也期待 在下個月能夠簽成這個 合作協議 來協助人民的健康 最後一個議題 國光石化的爭議 在您的這個前中原院院長所說的 李彥哲先生說 他出面公開反對 那當然也有一些院士去連署 所以也造成你內部的一個矛盾點 請教院長到目前為止 究竟您的立場怎麼樣 我 不是我本人的立場 對 這個過程是這樣子 有18位院士連署反對國光興建 那在院士會議的時候 是從生物組提出來 但是在生物組 本組裡頭沒有超過半數同意 所以便 就以中原院的這個名義 所以您說出了說 這個公開的資訊揭露是不足的 對大家的意見說這個資訊不夠完整 所以沒有辦法做出決定 所以在用整個專業院的名義要做決定 是不妥的 對不妥 然後我個人是這樣想 我是覺得也是溝通的問題 重大的建設 也是溝通 那你認為有沒有必要再開公聽會 我是覺得假如反對的聲音這麼大 是有必要 他也有支持的聲音 對就是有必要溝通 是有必要再開公聽會 是有必要再開公聽會 徵求最大的支持 好謝謝 謝謝 接著政經理委員發言 政經理委員發言完後 我們休息八分鐘 主席有請主委 有請院長 有請請主委